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魏的儿子暗嫩爱她 暗嫩为她妹子她玛幽疾成病 她玛还是处女 暗嫩以为难向她行事 暗嫩有一个朋友名叫约拿达 是大魏长兄士米亚的儿子 这约拿达为人极其狡猾 他问暗嫩说 王的儿子啊 为何一天比一天瘦弱呢 请你告诉我 暗嫩回答说 我爱我兄弟压杀龙的妹子她玛 你不如躺在床上装病 你父亲来看你 就对她说 求父叫我妹子她玛来 在我眼前预备食物 递给我吃 使我看见 好从她手里接过来吃 于是暗嫩躺卧装病 王来看她 她对王说 求父叫我妹子她玛来 在我眼前 喂我做两个饼 我好从她手里接过来吃 暗嫩是长子 压杀龙是老三 但他们是同父异母 第二节 暗嫩为她的妹妹 她玛悠疾成病 她玛还是处女 暗嫩以为难向她行事 这个老大暗嫩呢 爱上了她同父异母的妹妹 她玛 可是呢 她是她的妹妹 所以呢 她虽然很爱她 痴心妄想 但是也没有机会能够做什么 因为她也不能娶她 那也更没有机会去染指她 所以呢 可是心里面每天又朝思暮想 在想着她嘛 所以呢 就悠极成病 第三节 暗嫩有一个朋友 名字叫做约拿达 是大卫的长兄 是米亚的儿子 所以呢 这个约拿达 就是暗嫩的堂兄弟 他看见暗嫩呢 心里面朝思暮想着这个她嘛 然后呢 都悠极成病 这个浴火攻心 所以呢 这个约拿达 他为人极其狡猾 他就问暗嫩说 王的儿子啊 为何一天比一天瘦弱呢 请你告诉我 约拿达 他知道暗嫩是大卫的长子 也是王位的继承人 所以呢 就主动来巴结暗嫩 就说 王的儿子啊 你怎么一天比一天瘦弱呢 请你告诉我 其实他早就看出来暗嫩是什么原因了 暗嫩就回答说 我爱我兄弟 压沙龙的妹子 他嘛 暗嫩就像 他的 这个 堂兄弟 约拿达说出 他的秘密 他爱上一个不该爱的人 第五节 约拿达说 你不如躺在床上装病 你父亲来看你 就对他说 求父亲 叫我妹妹他嘛来 在我面前预备食物 递给我吃 使我看见 好从他手里接过来吃 因此呢 约拿达就像暗嫩 献上了一个诡计 就是说 你透过你爸爸 让你爸爸 要求你的妹妹 亲自来看你 然后呢 做饼给你吃 而且是亲手递过来给你吃 你就有机会 可以与他亲近 第六节 于是暗嫩就躺卧装病 他的父亲大卫王 来看他 他就对王说 求父亲 叫我妹妹他嘛来 在我眼前 喂我做两个饼 我好从他手里 接过来吃 大卫王听见 儿子生病了 就去探望他 儿子呢 对爸爸说 请你让妹妹来 喂我做两个饼 我要亲自 从他的手里 接过来吃 因为我身体 非常的虚弱 大卫就打发人到宫里 对他妈说 你往你哥哥暗嫩的屋里去 为他预备食物 他妈就到他哥哥暗嫩的屋里 暗嫩正躺卧 他妈团面 在他眼前做饼 且烤熟了 在他面前将饼 从锅里倒出来 他却不肯吃 众人离开我出去吧 众人就都离开他 出去了 安嫩对他妈说 你把食物拿进卧房 我好从你手里 接过来吃 他妈就把所做的饼 拿进卧房 到他哥哥暗嫩那里 拿着饼上前给他吃 他便拉住他妈 我妹妹 你来与我同情 我哥哥 不要电入我 以色列人中 不当这样行 你不要做这丑事 你电入了我 我何以掩盖我的羞耻呢 你在以色列中 也成了欲望人 你可以求王 他必不禁止我归你 但安嫩不肯听他的话 因比他力大 就电入他 与他同情 随后 安嫩极其恨他 那恨他的心 比先前爱他的心更甚 对他说 你起来 去吧 安嫩弄了半天 他也不吃 还把众人都赶出去 所以想必他的妹妹心里也很着急 所以安嫩这次跟他妹妹说 好 妹妹你可以进来 把食物拿到我的卧房里面来 我好从你的手里接过来吃 妹妹想说 哇 这哥哥终于愿意吃了 所以他就把所做的饼拿进卧房 到他哥哥安嫩那里 拿着饼上前给他吃 安嫩他便拉住他妈说 我妹妹 你来与我同情 这个时候呢 安嫩就露出他真名的真面目 十二节他妈说 我哥哥不要电入我 不要侮辱我 以色列人中不当这样行 你不要做这个丑事 根据立位记第十八章第九节 同父异母之间是不可以结婚的 甚至这个哥哥他现在是要强暴妹妹 所以妹妹说你不可以做这种事情 这是一件非常邪恶的丑事 在以色列人当中不可如此行 更何况你是未来的国王 十三节你电入了我 我何以掩盖我的羞耻呢 你在以色列中也成了愚望人 你可以求王 他必不禁止我归你 那这当然很可能也是这个 他妈的缓兵之计 他说你不要强暴我 那你求爸爸 或许爸爸可以把我这个嫁给你 那当然是不可以的 但是他就是想办法要让他妈 让安嫩不要侵犯他 那安嫩不肯听他的话 因为安嫩的力气比他妈大 就玷污了他与他同情 随后安嫩 忽然转变为极其的恨他妈 那恨他的心比先前爱他的心更甚 就对他妈说你起来去吧 这个暗暗的心里产生一个极大转变 之前是因为每天痴心妄想着他妈 现在终于奸计得逞 强暴了他这个他妈 但是强暴完他之后 又极其的恨他 然后就把他要把他赶出去 这是对他妈第二次更严重的羞辱跟伤害 但安嫩不肯听他的话 就叫伺候自己的仆人来 将这个女子赶出去 那时他妈穿着彩衣 因为没有出嫁的公主都是这样穿 安嫩的仆人就把他赶出去 关门上栓 他妈把灰尘洒在头上 撕裂所穿的彩衣 一手抱头 一面行走 一面哭喊 他包凶压沙龙问他说 莫非 你哥哥暗嫩 与你亲近了吗 我妹妹 暂且不要作声 他是你的哥哥 不要将这事放在心上 他妈就孤孤单单地 住在他包凶压沙龙家里 大卫王听见这事 就甚发怒 压沙龙并不和他哥哥暗嫩 说好说歹 因为暗嫩电入他妹妹他妈 所以压沙龙恨恶他 这真的是非常的过分 而且来说不是妹妹 是这个女子 仿佛好像这个女子自己不检点 来勾引他的样子 所以他就说把他赶出去 他一出去就把门关上 不准他再进来 18节那时候他妈穿着彩衣 因为没有出嫁的公主 都是这样穿 暗嫩的仆人就把他赶出去 关门而且上了门栓 19节他妈就把灰尘撒在头上 撕裂所穿的彩衣 以手抱头一面行走 一面哭喊 这代表说他心中极其的悲哀悲痛 以色列人在极大的悲哀悲痛 就是把灰尘撒在头上 把所穿的衣服撕裂 然后抱头边走边大声的哭 大声的喊叫 非常的凄惨 20节他亲生的哥哥包凶 压撒龙问他说 莫非你哥哥暗嫩与你亲近了吗 我妹妹暂且不要作声 他是你的哥哥 不要将这事放在心上 他妈就孤孤单单的住在他包凶 压撒龙家里 压撒龙就知道暗嫩强暴了他的妹妹 然后他暂时安慰妹妹说 住在我这里暂且不要作声 那因为压撒龙他心里面 他决定他要为他的妹妹报仇 但是他现在暂时人影不发 因为暗嫩是长子又是王厨 大卫也很爱这个暗嫩 所以压撒龙需要找一个合适的机会下手 但在这个时候他需要暗兵不动 而且撞着没有事情发生 21节大卫王听见这事就甚发怒 压撒龙并不知道他哥哥 压撒龙并不和他的哥哥暗嫩说好说歹 因为暗嫩电入他妹妹他妈 所以压撒龙恨恨他 这边让我们看见大卫王他知道暗嫩所干的恶事 他虽然甚发怒 可是他没有任何积极的作为 他就是纵容暗嫩做这样的事情 他也没有废了他的王位 王储的位置 也没有杀了他 大卫什么都没做 所以呢压撒龙他知道大卫是护着暗嫩 所以压撒龙就不跟他的哥哥说好说歹 在他面前忍气吞声 因为暗嫩这样欺负他的妹妹 所以压撒龙心中非常的恨恶他 那这样事情发生了就如同在第十二章所说的 耶和华他在这个透过先知对大卫说 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 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妃嫔赐给别人 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情 你在暗中行这事 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 之前大卫遭受到神审判的这个判决 就是说你杀人然后又强奸别人的妻子 我会报应你这件事情的 甚至会让你用四个儿子陪人家一条命 后来果然大卫他家里面的儿子 就总共死了四个 他的家里面不断发生事情 不断发生兄弟相残的可怜的悲剧 那所以让我们看见大卫他之前自己没有好的榜样 所以呢他就是在他儿子面前没有好的见证 让他的儿子布上他的后尘 再来大卫在儿子干了丑事之后 他也没有好好去处理 就偏袒暗嫩 以至于压沙龙心生不满 终于酿成后来更大的悲剧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我们每一个人的行为会影响到别人 特别是我们做领袖的 我们在神人面前 在百姓人面前没有好榜样 就会影响到被我们带领的人 主啊若我们没有好榜样的时候 常常我们也没有勇气跟担当来处理 被我们带领的人 他们跟我们一样的问题 因此求主保守我们的心 胜过保守一切 如果我们真的犯了罪犯了错 求神让我们勇敢的悔改 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站起来 免得一错再错 或是让跟随我们的人 跟我们也犯一样的错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愿神赐福大家 淡江教会多年来 推动圣经普及化的运动 希望让圣经的真理 成为我们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 我们除了在网路上 制作各种的圣经节目 服务全球的华人教会 现在也在各地开始建立 淡江教会教育中心 开设实体的课程 为神的国度培育更多的人才 请立刻上网 或在脸书Facebook 查询淡江教会教育中心 报名各类精彩而实用的课程 就让我们一起装备现在 改变未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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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